大家好 今天是周末 加个班做集节目 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惦记着 但是这个星期一直有别的重大时事发生 所以就没来得及说 一直这么拖着不讲呢 我又怕很快就会淡出大家的视野 但是这个事情又让我很有感触 有话想和朋友们分享 所以我就放在周末来说 哪怕它时效性不那么强 稍微有点过气 但是关键呢 咱们从这个事情背后去发掘更加广阔的故事 以及这事对我们当下生活的意义 哪怕是过气就过气一点吧 只要有思想性 那我想很多朋友还是能够接受的 要说的事情呢 就是7月19号河南三门峡 一马气化厂所发生的爆炸事故 新华社对这个事情最后的结论是 事故一共造成15人死亡 另外15人重伤 有民众拍摄的视频显示 现场涌出了大量的浓烟 如同蘑菇云 可是有讽刺意味的是 这家发生事故的企业 它是7月19号发生事故的吗 7月9号才获得了河南省所颁发的 一项标杆企业的荣誉称号 它是首批所谓的安全生产风险 隐患双重预防体系建设的省级标杆企业之一 也就是说 河南省政府认定 这家企业它把生产过程中的风险 还有隐患都有效的防范了 虽然说打脸的事情经常来得很快 但是这回来得也太快了 刚刚发给它这个农浴10天以后 它就送上了一朵蘑菇云作为献礼 又过了一个星期 就是7月26号 应急管理部有那么一条事故原因的分析通报发表出来 说的是这个化工厂的空气分离装置发生泄漏以后 没有得到及时处理 设备带并运行 所谓带并运行就是让有故障的设备持续工作 造成了这么一个事故 都设备带并运行了 那它所获得的这个荣誉 什么生产风险隐患双重防范体系 是怎么通过河南省的评选的呢 怎么还成了标杆企业了呢 这个通报里当然没有解释 当然这种事情发生多了以后呢 不仅中央领导都已经很疲了 那我估计普通观众也神丑疲劳了 也就不再想花心思去关注了 咱们简单回顾一下吧 今年3月份以来这种事情可以说是密集发生 3月份一个月江苏省就发生了4次化工厂爆炸事故 1月4连炸 最严重的呢就是 响水线321特大爆炸事故 进入4月份以后呢 先是山东昭远的一家化工厂爆炸 然后4月15号济南的一家药厂又爆炸了 刚刚消停了两个月 河南三门峡又发生爆炸 那这到底是怎么了呢 在大家都在痛斥这些厂商们违力仕途网顾职工安全 同时安全监管部门失位速餐无所作为的时候 大家不觉得奇怪一点吗 难道今年老天爷就和中国化工厂杠上了吗 频繁让他们出事 如果说发生个一两起 接连发生个一两起事故 还可以说 今年中国的化工企业是流年不利走了霉运 可是从今年3月下旬到现在4个月期间 重大的化工事故都爆发了7次了 这事儿你说完全推给老天爷说运气不好 怎么都牵强了一点 所以今天我这里是想发掘这个现象背后一个更大的故事 如果我说这个事儿 中国化工企业事故频发和中美贸易战有关系 观众朋友们会不会觉得太奇怪了呢 怎么和贸易战有关系 怎么扯上美国人了呢 难道又是中央情报局在背后使坏吗 这一手在香港使坏 这一手在中国国内使坏 是这种情况吗 当然不是了 之所以冒出这个念头 就是化工企业事故和中美贸易战有联系 那是因为在几天前我看到的法广的一篇采访 就是说中美贸易战 它使得中国企业出口订单下降的同时 也使得这些企业们的投资意愿在降低 请大家注意关键字是投资意愿几个字 摩根斯坦利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刑自强 在这一篇采访里面说 这些企业出口订单的放缓 它的间接影响更加重要 也就是说对企业信心的影响 那企业可能就会推迟资本的支出 就业市场会面临压力 这个也会影响到消费 这里所说的企业推迟资本支出 请注意 就包括企业不再进行设备的升级和购买新的设备 现在赚钱这么困难 当然旧的设备就凑合着用 这个很好理解 但是这和化工厂事故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就在于这些制造型企业 在赚钱困难的情况下 它生产安全上的支出也在下降 它就没有积极性在这方面花精力花钱了 要知道中国的化工企业们 以前的安全欠账就很多 历次检查都是走走形式 蒙混过关 对企业们来讲 做设备的升级维护买新的设备 所花的这些钱 远远低于给官员行贿和走关系 那当然以较低的成本 就能够获得安全生产方面的证书 通过例行检查 它为什么要花更多的钱 去升级安全措施或者构进新的设备呢 所以这些中国制造企业 他们的设备和工艺严重老化 这就是所谓的安全欠账太多的意思 现在贸易战一打订单下降 企业更要压缩成本 就更不愿意再和安全有关的事情上花钱了嘛 甚至呢就让已经不安全的设备 仍然满负荷运行 当然事故率就会增加 这难道没有点必然的关系吗 其实我瞄了一眼应急管理部 对这个一马企划厂事故的通报 它里面说 这家工厂的空气分离装置 冷箱泄露以后没有及时处理 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脑子里立刻就把这个事情 和企业资本支出意愿下降 这个事联系起来了 所以事故频发呢 你还真不能都推给老天爷 这里面有相当多的人祸的成分 贸易战这个外因和安全生产 长期欠账这个内因两者相结合 那么就会发生事故频发这种现象 所以这里就涉及到有一件事情 大家都看错了 不是有很多人说吗 这个中美贸易战 中国打赢了 那我们就吃肉 打输了就吃草 干不过美国人最多 我们穷一点吗 穷几年 穷也要穷得有志气 穷点也不死人 另外有些朋友呢 是不认同这个说法 但是只能从态度上批判 现在看起来呢 这个事情大伙都搞错了 因为这句话在事实层面也说错了 打贸易战 它真的会死人呢 不是贸易战直接造成死人 而是贸易战 它所造成企业的资本支出下降 让安全生产方面 长期欠账的恶果显现 事故率增高 从而死人 我这个人呢 就喜欢瞎联想 所以在构思今天这个话题的时候 我脑子中就脑补出一幅景象 在江苏响水县321特大事故中遇难的职工 还有这回在719河南一马化工厂事故中遇难的职工 他们当中有没有几个人头一天晚上还在网上发贴爱国呢 坚决支持和美国人干下去 却不知道这是他们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也不知道这篇爱国贴是他们生命中最后发的一篇贴子 会不会有这样几个人呢 接下来的问题 当然就是为啥这个生产安全上的长期欠账就能存在 人们就熟视无睹呢 因为没有真相 公众从来就不知道详细的内情 一切消息都被掩盖下来 公众所看到的只是什么 生产安全和隐患什么双重标杆企业 这一类的光环 而企业的职工们 知情者们甚至包括专家们 他们也都帮助把这个真相掩盖了下来 这些企业职工们却不知道受害者首当其冲正是自己 所以咱们说真相就是生命 这句话大家不觉得夸张吧 接下来呢又要说到切尔诺贝利这部电视剧了 切尔诺贝利这个事故是发生在1986年的4月26号 我这里向大家推荐的呢 是今年HBO推出的五集迷你历史剧 咱们前两回呢是说了它开篇的台词很经典 其实它结尾的台词也很经典 它是这么说的 真相不管你喜欢不喜欢 它都在那儿 每一次的谎言都是对真相的一笔欠债 而欠债最终是要还的 那我这里呢想加上一句还债这种事情啊 不是说你欠多少钱就原样还多少钱 还本之外还得付稀对不对 而且这个欠债周期越长利息也就越多 切尔诺贝利的核灾是对真相的还债 而且利息确实非常沉重 而今年中国化工厂的密集事故也是对真相的还债 但是中国呢有太多太多的谎言 化工企业在安全生产方面的长期欠账 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还有更大更更大的谎言 虽然说切尔诺贝利的灾难是悲剧性的 但是呢同时又是幸运的 因为在当时的苏联还有像列加索夫 就是这个电视剧的主角 有列加索夫这样有勇气有良知的科学家 他是把造成核灾的关键原因 就是那个反应堆刹车装置的设计缺陷给曝光了 其结果呢是使得16座和切尔诺贝利同样的反应堆 即时得到了改造就杜绝了更多的切尔诺贝利悲剧的发生 从切尔诺贝利的核灾到中国化工厂的蘑菇云 再度证明了一个真理 那就是有真相才有安全 有勇气才有真相 列加索夫发掘真相和曝光真相的这个过程呢 也得到了一大批有良知的苏联科学家的支持 在这个电视剧里面通过一个虚构的角色 就是白俄罗斯的一个女核物理学家 通过这个虚构的角色身上呢 是集中了所有有良知的科学家 对这事儿的贡献 他们的坚持和帮助使得真相得以曝光 让更多人的生命得到保全 主角列加索夫在祭出真相物音带以后 是悬梁自尽了 他的死对苏联科学界有极大的震撼 他使得真相更加迅速的传播 当局也没有办法再掩盖 而今天的中国我们不得不说 比起1980年代苏联解体前夕那个时刻来讲 今天的中国更加黑暗更加窒息 连这个有担当的科学家群体我们都没有看到 如果说知识分子群体是这个社会良知的捍卫者 那么科学家呢又是捍卫者当中最应该坚守的人 咱们用那个权力的游戏那个电视剧做个比喻吧 如果说知识分子群体是保卫人类生存的大军 而科学家群体就应该是那群守夜人 他们是守在北方长城直接面对亡灵大军的那批人 他们脚下这一寸见方的地方就是英文谚语里面所说的阿拉默 是最后的阵地退无可退 咱们说诗人画家他所受的职业训练是发现美和表达美 而科学家所受的职业训练是什么呀 就是面对真相面对事实啊 你不能够面对事实 你不能够尊重真相 你就没有可能成为一个称职的科学工作者对不对 所以科学家他的职业训练和他的职业素养和谎言就是天生敌对的 是势不两立的 那我一直认为呢社会中的精英分子是应该有与之相应的责任感 那是你不能够推卸的 请问别人凭什么尊重你啊 凭什么叫你一声老师把你捧着呢 是人家该你的欠你的还是因为你长得帅呢 你享受这一份尊容的同时就有那一份责任 结果你成了谎言机器里的一部分 也在帮助掩盖真相 那你比其他人的罪责还要大得多 法国的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这本书里有个观点 就是一个社会要稳定啊 它必须要有一个贵族阶层 托克维尔所说的贵族阶层实际上指的是在统治者和大众之间的一个独立中间阶层 如果说你消灭了一个财产上的贵族阶级 那么就必须得有一个精神上的贵族阶级 贵族阶级的特点就是它有独立的荣誉感 它既不屈服于统治者的淫威 同时它对人民大众怀有天然的蔑视 它不会被群众的好恶潮流所带动 那托克维尔呢是看到美国虽然没有一个财产上的贵族阶级 但是有这样一个精神上的贵族阶级 那就是法学家法律工作者阶层 咱们中国的历史呢因为一直存在着周期性的改朝换代 所以它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很稳定的贵族阶层 一改朝换代的时候前朝的贵族就被当成敌人消灭了嘛 但是在中国历史中却有一个稳定的精神贵族阶层 那就是士大夫阶层 虽然从明清已降就是明朝清朝以后呢 士大夫在皇权面前是不断矮化 但事实上它确实也是中国文化和道德的传承者 守护的脊梁 在1949年以前呢 在中国乡村大户人家的堂屋上挂块牌匾 写的都是诗里传家 它不会说什么三环以内两居室学区房传家 对不对 不会说什么奔驰宝马传家 有钱人家讲的是诗里传家 小康人家讲的是耕读传家 一副很流行的对联 上联是一等人忠臣孝子 下联是两件事读书耕田 横批就是耕读传家 所以你看给子孙后代流传什么 这里都是不强调钱的 是没有钱什么事儿的 苏联虽然是经过了70年的共产党统治 但是呢它没有经历中国那样的文化大革命 所以它知识阶层的风骨还算保留的比较好 所以还有像列加索夫和他的支持者 这样一批科学家 这也是在切尔诺贝利核灾之后 灾难没有进一步扩大的背后的故事 那总结今天的话题 我们是分析了 今年中国化工企业事故频发背后的故事 是和中美贸易战有关 是和这个经济环境有关 不是和CIA有关 然后就穿越到了切尔诺贝利 最后一句话 就是捍卫真相是科学家群体的天然使命 你要当科学工作者 你就推卸不掉这份责任 而中国的启蒙呢 得从启蒙知识分子开始 要恢复他们作为贵族的那种荣誉感 那今天这个话题呢就到这儿 谢谢大家 咱们周末就老说沉重的话题 向大家道个歉 但是我觉得它很重要 最后还是祝大家周末愉快